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夢夢 然後請問旁邊這位是 大家好,我是阿發 他是阿發 我是已經知道他的職業 如果各位觀眾不知道他的職業的話 大家會猜他是什麼職業 麥琳古塔的 你不覺得他最近剪頭髮長得非常像旺旺嗎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我剛剛突然遠看說天哪 你長得很像旺旺先輩跟翠底 有嗎 他也是地勤 但是他處理的工作非常的複雜跟辛苦 地勤有長這樣 沒有啦 不是啦 地勤有分很多種 你不要以為是在櫃檯就是地勤 我們搬行李的也是算地勤 那我們處理就是一些票務的也算地勤嗎 對不對 我在航空公司目前是處理行李的部分 天哪阿發 在行李組這樣真的是很慘耶 去行李組處理 也就是跟行李還有遺事物有關 所以去找你的客人應該沒有一個是 正常的 正常的 你怕的是什麼 旅行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些事情 我知道 例如說請你帶大腦啊 這個我每天上班都在講 當你要看到你的行李 準備要準備拖運的行李 然後地勤人就開始跟你講一些注意的事項 就譬如說這位小姐 對什麼東西不要帶 我之前講過很多遍了 大家應該有聽進去吧 因為如果沒有聽 地勤人都沒有聽 摩摩沒有聽他講 然後呢你的行李呢也不去看 不去看X光 對不這樣 一定要看 如果大家有出國一定都會聽到這一句 那如果你又沒去看 我相信應該有些人是因為時間感 或者是 我要去逛免睡瓶啊 不要來我了 對 所以你的行李很可能就在那邊 因為有一些問題 甚至也許你的行李裡面 不會有任何的狀況 但是安全人就想看阿 就打開來看 他想看但是又要把你鎖住給你 你的意思說他想看是因為有狀況嗎 還是他單純想看 因為這個都要講很清楚喔 欸裡面有一個類似某某形狀 或是某某很像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就要打開來確認一下 就我所知我最常聽到就是 比如說粉狀類 尤其你只是帶一點像歐巴桑 不是喜歡帶洗衣粉嗎 粉類的東西 對 他就會想要看 殊不知你人不在 對 所以呢你的行李箱 剛好 巧巧又鎖起來了 對 那怎麼辦呢 他一定會通知地勤人員 也是像幫我講 我去逛免稅品 就找不到 所以一開始其實就要認真的聽 地勤人員的解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請問行李箱不見的機率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最常發生的事件就是 發生在轉機行李 你的轉機時間不夠 轉機很容易掉行李 對於客人來講一定是 啊我的東西掉了 我經理掉了 但是對我們來講 你的行李只是晚送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收到資訊 到台灣發生過一次 然後我也覺得很幸運 可是我真的心情非常的緊張 我就覺得說裡面好多東西 在這邊也是告訴大家 盡量你的轉機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盡量拉到三個小時以上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因為飛機也常delay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還沒講完 就我的行李不是不見了嗎 然後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於是我又去找地群人員 你去找地群人員之後 他們會給你 欸我說行李 行李組的就是那種 不要衰的那種 你就看他的臉有沒有 看他的臉哪一個衰衰 就衰樣 在行李那邊走來走去的 哈哈 你就把你的條給他 千萬不要弄丟了 然後告訴他 他就幫你找到 然後找到之後呢 他可能會跟你說他的情況 但就算他不知道他的情況 他也會問你的地址 其實很快隔天 只要他們馬上有 你早上打下去給他們 有 他馬上就是寄到你家 宅配 宅配 有沒有 在行李箱 打開檢查的時候 看到不為人知的事情 哈哈 你幹嘛啊 沒有啦 當然我是 真的沒看過一些很勁爆 但是也有聽過同事在講 比方說一些 很很很很很很很 這種的也有啦 這種的也有 可是這種可以放在行李箱託餘你 這種 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是可能 應該是要看電視 對對看電視 抱歉我不懂那是什麼 因為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你有帶嗎 等一下 因為真的有一次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跟我出國 然後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連carry on的行李 行李 行李 然後他們都要打開檢查 我這裡面沒東西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長相問題 他就想開我心態 他只想跟你講話 沒有他就想看我 看我心態 有一次我內褲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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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亂丟 你內褲也沒有很多條啦 你都不會戴很多條 對 但我內褲就散在那邊 然後他就打開 就直接看我的內褲欸 然後就超尷尬 然後我重點是我前面的朋友是怎樣嗎 一打開裡面有一根就是 有一個條狀 有一個條 像條狀的東西 但感覺是吸 吸損你的 那個 因地的東西 因為有的是 裝電池的 他可能 對 所以我都會直接carry out 所以我都會直接carry out 我的朋友 都會直接carry out 你剛剛是說你都會直接carry out 我的朋友都會直接carry out 好 然後你就 我跟大方的做不是我吧 每個人都是有需要的嘛 你有沒有需要 有 你有需要是不是 那你是戴怎麼樣的形狀的 戴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符合上面的規定 其實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 不管是你隨身的 或者是你拖映的行李 都會經過X光 你好宣導型喔 你不要這麼強 我們今天來不是要宣導喔 我們沒有要宣導 我們想要知道就是你 不是像私下聲講話很隱晦 你為什麼現在講話不隱晦了 怕會上黃標是嗎 我們現在沒有在怕上黃標的啊 街上就是遺失我要交給你們嘛 對就是客人到的時候呢 就是大家要離開 但是總是有些人會忘記東西 我跟你講 因為是我們要先檢查 空只要先檢查之後 然後遺失物再交給地勤 然後再交到他們的手上 所以我曾經檢查過內衣 我們檢過原位內褲的 有同事檢過原位內褲的 真的假的 你說內褲太髒就直接丟在飛機上嗎 可能是 你知道有些人出去旅行的 穿就覺得這件太舊了 就丟掉啊 有可能在位置上面happy一下 然後就忘了拿這樣 太濕 之類的 就沒有穿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們有沒有報復心態 因為很多人出去他們就覺得 喔媽的摔我行李箱啦 喔 你們有沒有報復心態 這個 行李組的 仇富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都會說 比如說我們不時常會說 啊我行李壞掉 我們是要處理嘛 那他們都會說 你們都是亂摔 那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本人我曾經有一天搬過 好多好多的行李過 大家試試看一天如果搬了幾百個幾千個 你會想要特別去摔人家行李嗎 不可能 欸真的 真的不可能 很有邏輯耶 就是因為你手已經都是摔那麼遠 真的是摔了 趕快直接這樣上去 也沒有辦法 我會故意摔的 對對 唯一是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你的行李太重了 所以我必須要用更大的力氣 結果力氣太用力了 一摔 對一定要一拋 可能太用力了 因為裡面下面的人 真的是一定要摔人 不可能兩位 你說下面的人是在地府裡面 下面在哪裡 他們的工作場所在地下 對對對 你們最討厭的類型行李箱 最不耐摔的 老實說啦 老實說 直接說沒關係啊 我們這邊沒有在怕的啦 對啊 其實也沒有說什麼討不討厭 就是 一定要包裝完整 應該說我們最討厭的就是包裝不完整 包裝 行李箱需要包裝嗎 你比如說裡面的酒啊 液體啊 你不包裝好 悄悄撞撞 然後那個濃濃的味道就出來了 真的假的 可是剛剛我們沒有安的時候 你跟我說最討厭Rimoire 她害怕 她害怕因為大廠牌 她大廠牌 其實R牌 R牌的行李箱很好用 但是我個人 她剛剛不是這樣講 她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工作呢 我絕對不會去買這麼 我不會花很多錢去買拖運行李 要花這麼多錢 有些你真的把它弄壞 你真的 你真的賠也不會賠到多少錢 因為他們都有照一定的規定 所以我會覺得不划算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 我真的就碰到說 欸 我的行李箱啊 現在是多一個瓜兒的 才有買白色的喔 拖運喔 白色拖運就給他戴套 你知道嗎 真的不給他戴套 啊那個 他一定會碰到啊 你不會戴套 他上來跟我講說套子不見了 然後你要陪我套子 這些呢 也可以陪套子的嗎 沒有 套子不可以陪 套子自己買啊 還有那個什麼塑袋那個啊 有沒有圈圈的那個 綁在標榜的那個 綁在標榜的那個 那 旅行是有人在給你 buttons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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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都沒有自己買好不好 對 你現在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一到下飛機 搭到衝向行李箱 一一抽到最前排那邊 我不知道大家在趕什麼 對 都要這樣子我就不知道說 台灣人你們行行好嗎 真的我每次都很想想這個欸 然後地上都說請在黃線後面 可以在線後面嗎 對 在黃線後面 你有看到黃線嗎 尤其是一堆 你知道戴帽子 白色阿姨叔叔 啊 我都受不了欸 對對對 我最常遇到了我講兩個好了 每天都遇到很有趣 比如說 阿蔡我的那個行李啊 那個有一個熊的 然後我就說 喔好熊的 然後去看 因為全部客人都沒有 然後行李就刪那幾件 然後我就一拉就說 你是在說這個熊嗎 喔對 然後還有更好笑的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 我都當上他有趣 就是真的你跟我講的 是你不見得是黑色 我幫你找到 因為對行李牌號最最準 對啊 白色 哎呦我也有 他是白色 我真的覺得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他真的是白色 我還有碰過客人在飛機上 倒不知有自己的行李箱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他下飛機了 然後大家都還沒拿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忘記我的行李箱是哪一個 那我就等大家去拿完 我也不知道心李箱找怎樣啊 這人真的有事嗎 這太誇張了 你們真的有事嗎 不過有一件事情 最近前陣子才發生 我決定要跟大家分享 很好笑 我覺得非常有趣啊 但那裡是蠻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有一個航班 就是從日本飛回來 然後殊不知 最後確定是因為一些問題 所以人可以回來 行李全部都沒有辦法上 那時候大概有差不多 一百多快兩百個人 之後因為機長 會發電報嘛 居然有所有的 那個航班 所有的客人 他這個臉就跟Crew meal一樣 不是Crew meal 看那個Special meal 200個 來的時候我們當然跟客人講也是要講 因為你也不用去那邊排隊了 因為整個都沒有你的行李 就寫寫寫寫寫 因為在那個地址 有一個中年的乘客 阿姨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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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聽到 因為他聲音很大的聲 因為你住比較遠 他住南部 所以我們要再加一天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同事就跟他講 欸 阿姨 不好意思 那可能要再加一天 他就說 蛤 還要再加一天 我的鮑魚都臭臭的啦 他說什麼? 他說一鮑魚 最討厭的客人 比如說我在夢夢航空工作 但是因為他搭乘的是阿菜航空 但是因為我們有代理他嘛 那他也告訴我們什麼東西我們可以處理 什麼東西我們不能處理 然後有個阿姨也是阿祖馬阿姨就來了 他就說 啊這個不行這個 真的不行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不接受嘛 最後他就一直大聲嚷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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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跟外面的人講 啊你們這樣不行啊 你看你不能這樣太多 你看你幫我們航空 幫我們航空怎樣嚷嚷嚷嚷 可是我見到阿菜航空就不理我 為何這樣子啊 欸真的欸 他們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邊要講一句話 台灣的航空業 現在有新的航空囉 我希望你可以respect yourself 我在國泰航空的時候 我都很驕傲的 因為我的公司交給我的就是 尊重別人 但我們在上面 我甚至可以跟客人很firm firm是什麼意思 堅定的意思 你堅定他們就覺得 好兇喔 考主信拿來 考主信拿來 什麼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我看下來 你的態度不好 欸我是firm 我比較兇 我們不能這樣講話 我們就說 真的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這個可能沒了 那嗯 你可以看其他選擇好嗎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啊為什麼 啊沒有這不是我的錯 但是工作都是自己選的 好不好 這都是你的選擇 當然既然你選擇了 我們就 我們盡力把它做好 我們盡力把它做好 所以大家也就是盡力做好 你們一個不錯的乘客 尊重員工 除非 除非你想對他做什麼 譬如說你想要他的電話 就跟他吵 我覺得我的電話 我心理箱裡面 有很多的鮑魚 你喜歡吃鮑魚嗎 你喜歡吃鮑魚嗎 快點還給我 好啦如果你喜歡我的話呢 基本上今天的話題 你們有什麼 經驗啊 或是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留在留言 在下面會給阿發看 好不好我不會看 哈哈哈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重點是 耶 好你們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追蹤Facebook還有Instagram 還有記得要開小鈴鐺喔 好謝謝大家掰掰 association 都不要裝了 學會派 我支持一切